武漢肺炎在中國奪走的人命 已遠遠超過2003年SARS的死亡數字 中共當局宣布 比照SARS期間的小湯山模式 建設可容納700到1000張床位的火神山醫院 和可以設置1300張床位的雷神山醫院 總建築面積3.39萬平方米的火神山醫院 從1月24號到2月2號迅速完工 前後只用了短短10天的時間 大陸媒體報導 2月2號 1,400名軍人乘坐8架軍用運輸機到達武漢 火神山醫院正式由中共軍隊接管 3號正式啟用 海外社交媒體傳出一段視頻 民眾拍攝介紹火神山醫院的內部結構 民眾介紹 病房的門只能從外面打開 住在裡面的人無法自由進出 網上還曝光了火神山醫院病房的外觀圖片 網友質疑 窗戶上的鐵欄杆 使他看起來像監獄的隔離醫院 更像集中營 病人恐怕是進得來出不去 湖北民眾劉先生接受採訪時表示 疫情形勢非常嚴峻 不過 也有網友認為 監獄一般 看得讓人壓抑 有一種被判了死刑後 關入死囚牢房的感覺 人在極度焦慮恐懼痛苦的狀態下 對自身的免疫系統有抑制作用 對康復有害無力 旅美時事評論員欽鵬發推文表示 有1,400名軍人管理的這所醫院 會讓感染的自生自滅 如果實在救助不過來 軍人們會聽從上級安排 提前幫助重症病人解除痛苦 2003年SARS期間 中共在北京小湯山建立醫院 專門收治SARS病患 網上披露當年小湯山可怕的情景 指出醫院根本沒有有效的醫療設備 就是把病人集中在那裡 讓他們自生自滅 就是接到這些信息的 那投入這個裡頭 那不就是跟當初那個蓋板的小湯山一樣了吧 外界質疑 武漢協和醫院等醫院的口罩、防護服相當緊缺 民間救援為何遲遲送不到一線醫護人員的手中 德國之聲質疑 如此龐大的一個物資管理體系 完全收歸自上而下的計劃式管理 能否跟得上疫情的需求 火速建成的醫院和緩慢的救援 所謂的中國速度又從何談起